近期,丰田汽车携手日本石油生产巨头出光星产,共同投身于固态电池的研发与生产,旨在为未来的电动汽车行业带来革新。 这一合作引发了业界对固态电池应用的广泛期待。 然而,现实可能远比预期复杂,固态电池技术的普及之路仍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 大家好,欢迎来到Alpha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逐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 我是摩西。 固态电池是一种先进的电池技术,区别于传统锂离子电池,它采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而非液态电解质和隔膜。 这些固体电解质通常由聚合物、陶瓷或玻璃材料构成。 其中,硫化物电解质可以提供优良的离子导律。 硫化物电解质的室温离子导律可达到千分之一西门子每厘米, 远高于氧化物和聚合物电解质,使其成为理想的固态电池电解质材料。 硫化物电解质的主要合成方法包括球膜法和叶象法,但这些方法并不适合大规模生产。 叶象合成方法的溶剂选择包括乙晶、四氢夫男、核氮、甲基甲鲜案等。 硫化物电解质对锂金属的稳定性有限,其与锂金属的界面生成导致电解质的进一步分解,尤其是在LGPS与锂金属的反应中。 硫化物电解质与锂过度金属氧化物,如锂骨氧化物的界面反应也会导致分解,但使用尼酸锂、坦酸锂等材料可以提高正极的稳定性。 固态电池的发展始于1950年代,但早期版本在能量密度和电压方面较低,且面临高内阻的挑战。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固态电池的性能不断提升,因此它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出来。 这些优势主要包括更高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它们的功率重量比较高,使其成为电动汽车的理想选择。 与传统电池相比,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现有汽车电池的2-3倍。 此外,固态电解质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从而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 但是,固态电池技术尚存在诸多技术难点,包括固固界面稳定性问题,固态电解质的导电率低,采用锂金属时的安全风险等。 这些挑战使得业内普遍判断,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 在全球固态电池领域,日本企业的专利占全球的59%,其中,丰田公司拥有最多的专利。 除日本外,国际众多企业也在积极研究固态电池。 这些企业包括LG新能源、松下、大众、现代汽车、戴姆勒、Factorial Energy、SCS和QuantumScape。 在中国,干风里叶、北京蔚蓝、灰能在固态电池的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丰田和松下已展出全固态电池样品,计划2025年量产确化物全固态电池。 韩国的三星、SDI、LG新能源和现代汽车也在推进固态电池技术的研发。 其中,三星、SDI在2020年3月发布了性能良好的确化物全固态电池。 大众集团和宝马集团分别与QuantumScape和Solid Power公司合作。 大众预计将在2025年投入使用固态电池。 而宝马计划在2025年之前推出搭载全固态电池的首辆原型车, 并目标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固态电池的量产。 这些动作表明,全球汽车和电池制造商正在加速固态电池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初光新产成立于1911年,它是日本最大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生产企业之一, 并在全球范围内运营。 初光新产以其创新能力和在能源领域的广泛影响力而闻名。 初光新产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固态电池的研发。 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丰田自2006年以来也在进行固态电池的研发。 因为固态电池技术被认为是电动车未来的关键技术之一, 可以显著提高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和整体性能。 2013年,初光新产和丰田首次联手研究这些技术。 这种合作可能包括共享研发资源、知识和专业技能, 以加速固态电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到2020年,这家合资企业制造了他们的第一辆原型车。 这表明,他们在固态电池技术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原型车配备了最新开发的固态电池,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原本的规划中,丰田将与初光新产的合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们将提高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质量,降低成本。 第二阶段,将建造一个大型试点设施来制造新电池。 第三阶段,丰田预计到2027至2028年达到完全的商业化,然后开始大规模生产。 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大规模生产将相当困难。 事实上,丰田时报透露,丰田和初光新产纸计划将产能提高到每年几千吨。 这将难以满足2030年及以后数以万计的车辆的需求。 究其主要原因,是固态电池的电解质材料和制造工艺相对复杂,导致成本难以降低。 日本专业机构估算,全固态电池的制造成本远高于现有锂粒子电池。 比如硫化物类全固态电池的成本为每千瓦时6万至35万日元,高出现有锂粒子电池14000日元4至25倍。 不过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知道丰田将首先采用固态电池制造哪些车辆,但鉴于产能将非常有限。 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将会首先在高端车型中采用固态电池。 在不远的未来,丰田将为其新一代电动汽车配备创新的棱柱型电池单元。 这种先进的电池单元被设计来提升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并降低整体重量,从而推动电动车性能的飞跃。 此外,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巨头也计划在电动车生产中引入尖端的大型铸造技术。 在最近于东京举办的日本移动展上,丰田通过其引人瞩目的雷克萨斯LFCC概念车展示了这些革新技术, 包括大型铸造工艺和新型棱柱电池单元,展现了其在电动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行业的积极探索,电动汽车领域正迎来革命性的变化。 这些发展不仅体现了汽车行业的技术突破,也预示了一个更加高效、安全且环保的未来交通模式的到来。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